人民的战案最后会不会变成所有的嫌疑人恐怕都没有刑责可以全身而退呢 因为现在传出算专小组一开始怀疑这画面消失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问题是他们日前实际到269旅查看之后 发现的禁闭式监视器的网络已经整整八年都没有维修 发射器本身也老化 因此会出现这种信号不稳黑画面的情况 而且现在如果主因确定就是设备老旧所导致 可能现在所有被锁定的军事官最后都不会被起诉全身而退 消失的黑画面难道成了美丽的误会吗 因为陶检调查发现269旅的监视器线路 塑胶壳剥弱 铜线裸露 导致讯号不稳才会出现黑画面 检方调查发现洪仲秋在关禁闭的前后两天也曾出现黑画面的状况 但由于时间点太过巧合也因此检方不敢把话说死 要是非人为的说法真的定案 最开心的恐怕是当初被怀疑涉案的军事官们 战情室人员范左宪以及陈奕勋理念组等接护士 还有当初被爆料下令删除档案的前269旅政战主任陈奕明 都可能统统脱身也没有刑事责任 只有战情室的值班人员因为没回报维修涉及行政疏失 可能送交国防部陈储或让监察院调查是否失职 陶检一开始先怀疑有心人拿黑布挡住镜头 或是刻意移动监视器 再来质疑可能是档案遭覆盖篡改 以及拔除讯号线 如今定调监视器设备老旧才是主因 这个部分到底跟影像档案的疑点是不是有关联性 我们到时候会一并加以说明 当初黑化面一说吵得沸沸扬扬 如今雷声大 余点小 结果也出乎家属预料 TVB新闻 政府报告